音樂 治療後的飲食 逐漸調整成預防癌症和病免復發的飲食模式 因此飲食會和過去這半年治療期間很不一樣 需要癌友們稍微調整一下飲食內容 治療後身體不再處於壓力狀態 身體需要的蛋白質量也隨著急性副作用的減退而逐漸減少 若體重60公斤的女性 於治療期間是攝取9份蛋白質 治療過後可逐漸改成5份即可 過多的蛋白質攝取會轉成體脂肪主存 不利於控制體重也對腎臟造成負擔 治療後身體逐漸恢復 可以開始吃比較多樣化的食物 回想一下 一整天都吃了哪些食物 是什麼顏色的 有人將食物分成紅、黑、黃、紫、綠、白和褐色 也有人將食物分成五色 不論分成幾色 最重要的是每天是否都有吃到各式各樣的食物 治療後可以開始多多嘗試 未精緻的顴骨類食物 包括糙米、燕麥、紅薏仁、小麥、紫米等等 若是白米、麵條、饅頭或麵包等於精緻唇骨類 多吃未精緻的 這樣才有機會達到每天需要的膳食纖維量 同時也有助於往健康體重邁進 包和脂肪是造成膽固醇過高的原因之一 治療結束後 逐漸朝向均衡飲食 且避免復發的飲食策略 我們可以試著閱讀包裝食品的營養標示 患毒熱量是否來自於飽和脂肪 若的確是則少吃一些 點心時間以蔬果或低熱量的食物 取代高脂的冰淇淋、炸薯條、甜甜圈等 先前提到癌有需要服用抗荷爾蒙藥物 方向環轉化美抑制劑 長期服用會造成骨質疏鬆 因此人區再次提醒一次 充足的鈣質攝取是非常重要的 即使沒有服用類似此類的藥物 也是需要每日補充一份乳製品 才能維持骨骼健康、四處趴趴走 咪咪講筆記 化療過後身體恢復 飲食要逐漸改成預防復發的飲食策略 有些人都是在 propri説的 有些人都會請喔 收集相關、半年後